卫生部前部长凯里被巫统开除后 凯里坦言 创立新党是他考虑的选项之一 另外如果要加入新的政党 那么这个政党必须要符合他的政治愿景 例如进步 包容和良好施政 凯里尽早接受BFM电台访问时透露 他目前已经接获各种献议 当中包括政治 学术和企业平台 他形容 自己现在像是足球员自由转会的情况 我要寻找新的球会 正在细看我的选项 凯里也表示 他想考虑未来动向 包括是否要上阵即将在今年举行的六周选举 至于为什么巫统森普隆国会议员西山姆丁被冻结党籍 而他自己却被开除 凯里认为 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需要维持巫统的国会议员人数 凯里说 西山姆丁是国会议员 而他则不是 如果西山姆丁也不是议员 他肯定会被巫统开除 我会议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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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